学校的成绩的话就是现在刚刚听业校长的介绍 就是都是非常突出 就是说数学物理基本上都是拿到A和A加 那他那个说明的话可能这个 说明以来的这个四肢力量各方面的 就是说老师的这个是非常的水平 水准还是比较高的 那他的学费的话 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说 可以跟那个也可以简单介绍 学费的话如果是从这个一年级开始的话 大概是在马来西亚这样子这个价位的 这个学费的算是属于比较能够可以负担 当然我们还有技术的 技术如果以双人间的这个房间来算的话 一年呢大概在2万块钱不到 麻痹2万块钱 然后还有这个膳食费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杂费 大概也是另外的四五千块钱 所以我相信这个总数呢 幻觉来说对一般上的家长呢 都算是一个比较可以负担的 至少我们让孩子能在这个学费不太昂贵的情况下接受这个优质的教育 然后呢我们让孩子以后能够去上一个更好的大学或者是到外国去继续深造 下下的学费大概大概在七八 人民币啊可能就七八万左右 总体平均下来在这个范围 对于那个大多数的一些留学的一些那个家长 还是在范围成熟范围之类的大多数 我们下期再见